接着我们再来看 上周六新西兰百花艺术团在Pakuranga图书馆 举行了相关的介绍活动 旨在弘扬中国传统艺术活跃社区文化 来看短台记者发来的相关报道 各位观众 各位朋友 春节好 今天我们百花艺术团受Pakuranga协会邀请 到这里来参加新年唯一奖座乐器 特别是中国乐器的演奏的奖座 我们反正非常高兴 我们百花艺术团现在几年来 现在已经发展到六十人 现在有民乐队 舞蹈队 声乐队 曲艺队 所以我们现在是目前在奥克兰 也就是新西兰 最大的一个中国性的一个比较大的团体 大部分的演奏员 演奏员 都是来自国内专业院团 所以我们这几年来 已经到哈梅尔顿 已经市政府也要求我们三次 现在我们在奥克兰 已经现在演出达到七十多场 同时参加奥克兰各类的重大演出活动 我们下一步要准备建立更艺术学校 百花艺术学校 为我们弘扬中国民族文化 我们要做出一些成绩 今天这就是我们到哈梅尔顿 就是开始讲述中国民族乐器 以及中国民族音乐 往给这个哈梅尔顿的一些 当地的一些华侨和当地的KV 能带来一些有益的活动 我们下个月的词